大家好,欢迎收看科幻木尾,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《大夫造了个迷宫》,男主呆哥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科技子肥宅,他经常做一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创造,给他女朋友长碧园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一天长碧园旅游回家后,发现呆哥竟然在家里做了个纸箱狗窝,他和呆哥隔空喊话,呆哥美名其约这是个迷宫,并坦言自己已经被困集中长达三天了,对此长碧园简直三观颠覆,仅凭一人之脑洞他已经无法与呆哥抗衡,于是他喊来了一窝人欢聚家中。 这一窝人中有两人共同的朋友,也有听闻此事后颇为惊奇要来拍纪录片的导演,想来这个导演也是在事业的边缘上疯狂试探,总之这一行奇怪的人其乐融融的进入了呆哥的迷宫,然而知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当他们进去后,才发现他们是真正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,外表奇妙不扬的纸箱迷宫内却大有乾坤,他们穿越了花哨的走廊,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会呕吐废纸的大脸怪面前,面对着这个旁人大脸, 众人很是淡定,大家先是和大脸卫兵牵直喝打起了架来,后来更是在长臂员的号召下,大家集体钻进了大脸怪会呕吐的嘴里,这脑洞,这胆识,这魄力,长臂员小姐你确定你的脑洞无法与呆哥看横,一行人更化解了大脸怪危机,怕灰男却惨死于牛头裸男之手,牛头裸男虽然身材慢妙性感让人想入非非,然而纸香大头却着实争议可步,更要命的是他追着众人穷追不舍,害得大家人心味, 惶惶惶生怕交代了小命,这区域横生的迷宫已经变成了亡命天涯的战场,正当危机存亡之际,呆哥带着主角光环闪亮登场,他靠着自己身为迷宫设计者的强大技场与攻略密集,带着屁滚尿流的众人一路逃窜,终于暂时摆脱了牛头裸男的追击,回归平静后,呆哥向众人交代了迷宫创作的新路历程, 起初他也只是想做一个豪华版的狗窝,结果慢慢的这狗窝就有了自己的想法,他不仅会把内部空间膨胀开来,还生产出了一个六斤不刃的牛头裸男,按理说呆哥是狗窝的创造者,牛头裸男也该给他留有几分薄面才是,结果看见呆哥后他也是凶神恶煞,穷追不舍,听闻后大家一时间都迷茫不知所措了, 但呆哥好歹也是创造者,于是大家伙就别无选择地只好紧跟呆哥的步伐,结果出乎意料地他们钻进了一条管道变成了纸板人,一伙迷你纸板人再次面临并克服了重重难关,当众纸板人重新变回有血有肉的真人时,事态就更为严重了,他们发现组成迷宫的纸箱正在疯狂生长扩张,于是众人开始思考如何摧毁这个丧心病狂的迷宫,为了给佩戴主角光环的呆哥争取时间, 这里本片导演还安排了一段闪然泪下的队友牺牲剧情,终于呆哥想出了摧毁迷宫的方法,根据他的迷宫创造理论,迷宫的运行需要一个能量源,于是他当即了一段就地取材就做了出来,随后他大刀一挥就把刚做好的能量源摧毁了,之后纸箱片片剥落,众人逃脱迷宫危机,影片最后一片狼藉的废弃纸箱被呆哥丢到了垃圾桶,然而牛头裸男却在纸箱中突然拔地而起,看来世界又要重现, 危机了,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